前段时间美国宣布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当中的部分产品推迟加征关税 刚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对此表示 美国任何新的关税措施都将单方面导致贸易摩擦升级 尽管美方将推迟对部分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 美方任何新的关税措施都将单方面导致贸易摩擦升级 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大阪会晤达成的共识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如果美方以以孤行 中方将不得不采取相应反制行动 据统计在美方公布的两份清单中 美国自华进口份额超过75%的商品 占到了总量的近60% 高峰表示美方对部分商品推迟加征关税 充分说明贸易战没有赢家 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都会遭受重大损失 希望美方停止加征关税的错误做法 与中方相向而行 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既有利于中美双方 也有利于整个世界 解决问题